在2023年,AI技术和芯片科技已经成为了全球热点。 对于行业的龙头企业英伟达,新的一年是否可以再创辉煌呢?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纵观全局来说,人们对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需求增长, 同时对云计算和人工智能AI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。 导致芯片半导体行业近年来出现了显著递增。 在财报上来看,2022年财年达到了9752M的净利润,增长率达到了125.12%, 然后在2022年的增长是难以复制的,因为主要是虚拟货币的挖矿需求, 导致三菱系列显卡的溢价超销售额, 因此新的一年净利润可能没有上个财年那么辉煌。 技术分析上,之前提到过的100-120支撑带良好的支撑住了英伟达的股价, 目前突破了192-206的阻力带。 阻力带转换为支撑带,目前有一定向上动能, 近期股价有一定需要注意的是,40系列的显卡低性价比可能造成2023年收入的一个隐患, 加上经济条件的低迷,可能对于高科技行业也是一个挑战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, 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,加61291880418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,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,下期节目再见。